中国玄学的起源造于文字 在民间分为两大派系 自古有南茅北马之术 南茅指的是茅山术 另一个被称为出马线 擅长于灵魂交流 二者均行驱邪度人之术 而所度之人多被鬼魂附体 俗称中邪 据民间记载 中邪轻者会出现幻听幻觉 胡言乱语等症状 而中者则会丧失正常思维 癫狂暴躁 常在夜间游荡 更有甚者性情大变 最终莫名自杀 民间称为鬼邪上身 与鬼同去 针对重邪 民间秘传的驱邪术有许多种 据不算子记载 在南方农村 由神婆专门制作剔筒 用来向鬼神赎回灵魂 民间称为还人 另据记载 这些被驱离的邪罪并被消失 而是邪气加重 寻找新的宿主 一直有存在世间 4月4日 邪气上身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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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